嗨大家好 我是中文投资网的分析是Brent 这个大盘在今天的小灰彩 从我们先看纳斯达克 纳斯达克回调了2%的下跌的空间 我觉得这个也是正常且合理的 因为上个周我们看到 他达到了一个平台上的 比较重的一个压力点 短时间之内压力位当前 所以在压力位来的一个预阻回落 这个预阻回落不经讲究 因为鲍威尔只要是稍稍的鸽派 在星期三的时候 鲍威尔将会带来利率决业 并且会有一个东部时间2点 西部时间的2点半 他会有一个讲话 然后周四没什么太大的事情 但是周四将会有苹果和亚马逊的业绩 苹果作为第一大市值的公司 他在周四的业绩会对行情 我觉得起到一个比较重要的影响 完了以后就是周五 周五会有一个非农数据 比较重要 所以这个周将是一个非常忙碌的一个周 我觉得每天都可能会充满着变数 好 但是压力点摆在了这个地方 上方的压力我们可能没上得去 那就关注回踩 我们一直讲说回踩逢跌 20天均线是一个买点 如果有机会回踩到11680或者是11575之间 就是20日线和50日线之间的这个位置上面的话 我觉得指数还是一个逢低做多的机会 那么短时间之内 因为我这两天买了天然气 我也刚刚在做节目之前的时候 我刚刚把天然气给止损掉 我是怎么想的 现在这账户是3307 那么这种这个级别下的 因为我买了天然气 天然气一直在往下掉 我也很上火 但是标的选的也不好 期货的选择上对天然气的选择是错误的 所以我把天然气卖了 我也不准备 我也可能还会再做天然气 但是肯定是不会有什么波段式的天然气的交易 我会来做它的 波段式肯定是没有了 好 那么短线上这个账户 因为现在变得很小了 它怎么做 它只能做日内 所以接下来我会只做日内交易 它在一段时间之内的话 它是经不起波段了 尤其是现在市场达到了重的压力点之后 你后市的判断其实是有难度的 所以接下来的也挺长一段时间 我可能只会做日内 然后我们日内会设一个标准 当天只赚 可能每天的目标就是赚个200块钱 然后先把账户给它修复到 可以做波段的资金量 然后我们再继续去再重启波段 正好那个时候 希望大盘也是一个趋于稳定的状态 这两天不稳就只做日内 因为这个周你看有这么多的不确定性 我也建议大家只做日内 如果能回踩到20日线 50日线将会是一个不错的买点 对于标普来讲 回踩到3990 回踩到3958 这都是可以进场的比较好的机会 我个人感觉的话 3958或者3960以下 3980以下 我觉得都是挺好的买点 我是这么个想法 行 然后我再想分享一个叫boot trap的一个东西 今天的天然气就是一个比较 我觉得一个比较标准的boot trap 什么叫做boot trap 就是你看一个产品 一个整理震荡 怕它选择了突破 这还没涨上去 还没怎么样 就开始往回掉 开始往回搭了下来的状态 就是一个多头陷阱的一个图形 这个是一个头肩底 它选择了向上突破 但是这个地方选择向上突破之后 就很温和的往下去运行 特别柔软柔弱的 再往下去走弱 这么个造型 那么其实 这种温和柔软的往下走 你也不知道 它是属于突破周的回踩 还是属于多头的陷阱 我觉得需要有一个点 这个点 比如大家把这个地点和这个地点串联起来 其实你会发现 这里把它串联起来的话 和这里是一个支撑点 你看它这有一个反弹 但是还是破掉 所以它突破之后回踩 只要不破上升趋势的下沿边 还不能算做trap 但是一旦跌破了下沿边 可能就是下跌的姿态 我就用一个天然气的图形 来跟大家分享 今天早上就像是一个trap 这个地方的突破 这里向上去走高了 什么走高了之后 你看它开始变得温和下行 什么叫温和下行的 就是这个回踩 你觉得好像这个回踩 是为了叙事多头下一波进攻的可能 但实际上它每一个高点 它都没上得去 它就一点一点的在这往下走 走的还很慢 还不让你感觉它在往下破 然后啪擦一下 它就破了 那重要的节点 就是以前面的地方的低点 作为一个参考 只要破了前面通道的下沿边的低点 就是一个trap的一个可能性就出现了 所以我用天然气的来跟大家分享 但是今天的标普 大家问我标普算不算是trap 不算 上个礼拜的 礼拜五的大幅度的拉升 和今天的上涨算不算trap 它都不算trap 虽然它们也涨了 也跌下来了 但是人家当时突破之后 是正儿八经的 很温和的一步两步三步的 温和的往上去攀爬上去了 而这一波 虽然这个指数也是标普 今天早上拉上去之后 也掉下来了 但它不是 人家这个是很 就是你看有上升节奏的 一浪一浪的往上在这地方顶的 而且这一波其实持续时间挺长的 这个trap这个东西 它一定是突破之后 犹豫不决 犹豫不决 但是呢 就是这个犹豫不决 你说它是叙事往上涨也行 你说呢 它是突破之后呢 回踩这个通道下沿边 也可以 然后等待着下一步往上走高 这都可以 在它正式去跌破 这种交叉的 这种倾斜的 交叉的这种线之前 我觉得呢 你还可以都可以不做空 但是这趴擦这个地方一旦跌破的话呢 我觉得多头可能是要离场 这也是我今天 我觉得我有收获的地方 然后呢 和大家分享一下 好吧 然后呢 接下来的我的这个单子呢 我就只会去做日内了 只会做短线了 那我大家呢 来看一下 因为前一段时间吧 我还是希望通过波段 因为天然气跌的多嘛 我希望通过波段的方式呢 把这个账户给顶回去 而不去走那种非常 你每日做短线的话 累呀 但是现在的话 不做日内呢 不行了 只能开始去做 重新的再回到这种日内的节奏上面 因为这个不能 这个状态下 已经不能再去做波段了 很危险的 对账户来讲 好 先通过日内 把这个账户做起来 那我先做两天的日内呢 让大家感受一下 什么这个 看我们做的怎么样吧 好吧 这是接下来 对于这个小账户的一个计划 就是准备这么去破局 好 然后记得啊 周三美联储的利率决议 然后呢 周四 周三盘后是有Meta的业绩 周四呢 就是苹果 亚马逊的业绩 然后周五非农数据 全是狠活 全是有利度的 行 那我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个地方 然后呢 有什么 问题 大家可以去 电话是800958 8561 微信是 拆你再分 2022 找我们的客户 好吧 谢谢大家 拜拜 然后有朋友问 为什么我3000块钱还可以做短线 因为那个期货账户呢 他是不考虑25000以下 这个事情的 但是你们401K是不能做的 大家的401K里面是不可以这么交易的 好 行 谢谢大家 拜拜